我经常都会梦见她 有的时候 梦见她说的 笑 小婉 你真美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你说 从今天起 我们是不是就是夫妻了 对 夫妻 永远都不分开 子诚你说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婉 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这个仇我一定得报 我回到金门 任务完成以后 炸掉物资仓口 就给我们的亲人报仇 是 因为手阳 谁也知道 今的大辈子 我爱你 你和你个人有没有 就让你走 它是 我 最近 金门城反日的活动 越来越成绝 你们怎么看 依我看的 这些个人都是些无名小卒 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 不足为患 是吗 燕局长 小看自己的对手 就是小看自己 港本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想布港本军的后尘吗 属下施压了 黑木先生教训得及时 指导君 你怎么看 我认为 应该来一次大规模的搜捕 清教反帝国者 狠狠地打击下他们的气焰 没错 我叫你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 立即大色补 清教潜伏在金门的所有凡日分子 是阿姬静侯 一定要遏制住这种势头 是 今天晚上就行动 是 是 哥 来了 回来了 哥 哥 咋了 黑木就是一疯子 这几下腰蛾着了 瞎折腾呗 全程搜捕 查查查 有什么好查的 查到了什么呢 都是他们的功劳 查不到呢 屎盆子都往老子身上扣 我还给他舔干净了 这日子 越来越没法混 哥 我就觉得黑木的老别东身上 有一股邪劲 他是不是大仙上身的 他这啥事一插一个准 没等咱眨眼睛的 他这也给他脑袜切掉了 要是真的能死得那么痛快呀 也算是走运的了 还记得那个艾晓曼吗 死之前遭了多大的罪 要不是押赴刑场的时候 被自己人给解脱了 想死都难哪 你属猴的 我属猪的 下来集合队伍 跟我出去溜达溜达 老规议呗 老规议 睁着眼闭着眼 能装糊涂咱绝不当明媚人 要是真是有日本人盯梢啊 告诉弟兄们 给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找 咱不能自个儿找死 得嘞 准门关了啊 来啊 他们都是 Duty 良输出手 一定是 赢了 太好了 他们什么时候到 已经在路上了 估计啊 明天就到 开门 我快 我起来 快 谁啊 大晚上睡觉 你干什么废话 快点开来来 他们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干嘛呢 他们干嘛呢 送 两位长官 他下雨天的你妈吃钱啊 你太辛苦了 长官 我可是两米啊 你看 是不是两米你说了不算啊 兔子 找到什么了吗 报告局长 什么都没找到 也是 巴掌大的小屋 一眼都能扫得到 志道君 这也尝不了什么东西 收队 下一件 走走走 快走 什么声音 长官 这是老鼠声音 这么大声 他们是老鼠啊 你来来了 说 什么事 长官 真是有老鼠 对对对 哥 这种罚呢 老鼠多啊 还有脏脏的 闭嘴 仔细地搜 看这里是不是有密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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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留在这里 保护好现场 抢 抢 抢什么抢 抢出两条人命了就知道 我也不是故意的 谁都知道那么精 他听上来听出来啊 他精 他让你搜你就搜啊 你是谁手下 你把一切都写脸上了 你知不知道啊 我这么写的 滚 我怎么不想看到你 回来 哥 你要我滚还是不滚呢 我说话话你再滚 把两个棺子 把这俩人给我埋了 现在滚吧 你别跟我滚 你别跟我滚 大叔 啊 你牧 事 调 大叔 Phoenix amin 好 好 那奴是进入任务 是 今度的目的是 有什么重大任务 重大任务吗 那奴在街上 必须联络将联络将联络上 考虑的人员 行 coma 欣赋 milhões 人 Hayır 金文朝 我陆子征回来 都打起精神啊 最近有伙八路进城了 上面有命令 只要抓到这伙八路 大大有赏 这是你们发财的好机会 听听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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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军 您怎么办 您对着 台湖军有新的任务交给我 上车 跟我走 关上 咱们既然回来了 就有的是机会 找他们一个一个算账 好 先找住的地方 然后跟联络站同事接头 行了 明天联络的行动方案 都记清楚了 清楚了 我有一点不清楚 说 为啥是你俩演两口子啊 你见过走进去的是两个男的吗 再说 你看看你这身材 男扮女装也不像啊 我的意思是 这 我跟指导员也能演两口子啊 对不对 为什么非得是陆子征啊 封永贵 冷硬封 你看啊 我们现在是八路军 那是讲民主的 按照跟他爹似的 还军阀作风呢 没完了是不是啊 看你那样 我就随便说两句 这儿 饿了吧 来 吃个东西 看着还真香 好 我 突然特别想小曼做的面条 干嘛呀 笑一笑 我就是想看 我看你成天跟我忙来忙去 我觉得你特别好看啊 天天看 还没看够啊 没看够 一辈子都看得不好 那就再看一辈子 不好 生生细细 好 我希望 你们也能喜欢我做的面 给 我还不饿 让你们先吃 出去忙吧 来 来 指导员 咱们吃个 来 快快快 来 都没了 要是 Connect 刑账 见 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陈澄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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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局长 我在房间里 你带几个人 在外面埋伏 如果八路找上来 我们内外加急 好 我明白 偷的 跟我来 好 跟上吧 哎呀我天哪 混色老子了 哎呀这一宿没喝眼 图子 我得找个地儿瞇会了 你带几个人手在外头 配合知道 喝个 知道怎么配合吗 怎么配 等八楼进来 跟指导来个理应外合呗 什么他娘的理应外合呀 配合的意思是什么呢 让指导冲在前头 弟兄们跟在后头 剪剪漏补补枪子就完了 别冲在最前头当得冤的头 死了也白死 死了 哥娘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呀 机灵点 这会儿八路啊 个个都是不要命的主 人家才叫真爷伙 咱是个啥呀 就他妈是个屁 哥 你咱们混半妹了 爷们都没混上 混了一个小片 这啥事啊你 啥事啊 就是咱这一路啊 跟日本人且混着 没办法 为了活命 不是为了卖命 我走了 我走了 你好好睡一会儿 你俩回去去 我咱们睡一会儿去 看什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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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要呢 那天哪 还要带到我 你还要带到你 我就是要带到你 想带到你 我说你这些人 我觉得这儿有点不对劲 我还觉得 这些店铺和摊位都是以前的样 但是人都换了 再往前走走 光头哥 好久不见 来来来一点小意思你一定收着 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别说话 光头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媳妇儿 媳妇儿 这就是我老跟你提起的 咱们金门城的好汉 光头哥 光头哥 你好 行 我们走出这条线吧 就放了你 光头哥呀 等有一年多名下了吧 我看您这气色真不错 红光满面的 一看日子过得就好 是不是 对了光头哥 嫂子怎么样最近 嫂子不错吧 这点子我特意给嫂子带的 跟嫂子说下回我还给她买 光头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 咱们下回见 千万别喊 我们这儿还有人拿枪瞄着你呢 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再见 光头哥 又满路啊 我遇到了 哎呀哎呀 我都蚁啊 住了 别多哥哥 哥没事吧 打死他们 打死那王八都呢 别跑上医院啊 打死他 你们想跟我说什么 是不是想说 你们十几个人 竟然没有抓住区区两个八路 黑木军 这一次他们侥幸逃脱 但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你拿什么灯泡 黑木军 虽然这次没抓住那几个八路 但是我们已经了解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打伤了盐局长的一个手下 盐局长的这个手下认出了他们 是两个人 一男一女 这个男的呢 是陆子征 也可能不是陆子征 毕竟消失了一年多 女的就是个记者 陆子征 陆子征 原来就是名造金门的 沙口团的头头 沙口团 陆子征 刚本就是死在他们的手里 陆子征 医生 联络点被鬼子破坏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鬼子很有可能 已经对我们有所防备 老马生死未普 剩下的任务 恐怕没有同志能帮我们了 只能靠我们自己 可是我们对物资仓库一无所知 如何下手 我们是一无所知 可是有人知道 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个警察队长延虎 咱们可以在他身上 想想办法 可是他认识咱们 他和我倒是见过面 但是 未必记得我 陆子正 你有什么安排就说 别为救你是好汉 我赵金既然回了金门城 就做好了回不去的准备 我想想 陆子正 我再想想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不想让你冒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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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个唐弹 如果要给阎虎设陷阱 现在最佳的人选只有我了 你再让我好好想想行吗 我真的不想让你去冒险 看出来了没有 没看见 浪明峰 我问你是不是糊涂啊 这么明显你没看见 那你看出来什么了 那你看出来什么了 我不想让你冒险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 有咱几个大老爷们儿 不需要他女人去冒险 我告诉你 陆子正就是喜欢赵静 那你觉得赵之道员不好吗 我倒没说他不好 那我就挟了 你能这么做的吗 他们为我着想 我很高兴 可是你知道 我们这次回金门的任务 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炸毁日军的物资仓库 你和我 谁也没有权利 因为不愿意让谁去冒险 而放弃任何一个行动的机会 我是不想让你和小曼一样 再我 反正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了 来 子正 在敌对战斗中 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只有战友 并肩作战的战友 男人能做出的牺牲 女人也能 你相信我 我肯定不会做出无谓的牺牲 我也相信你 肯定不会让我轻易地丢了命 自毕仁进入警备团以来 金门最强的汉匪 莫过于陆子征的门 现如今他们卷土归来 成功护入金门 保安团呢 完两个小时下班 便一队提前前入休假 飞幕先生颁发了瞎请令 击毕陆子征者奖赏一千大洋 击毕其他成员奖赏五百 这可是你们发财的好机会 大家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是 刚才 严局长只收了一半 另一半他还没有说 请黑幕先生训话 如果谁玩忽职守 让沙客团钻了空子 格杀勿论 听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们也都听到了 老子我现在也没办法 你不是过江自身难保 大家伙儿啊 好好找找吧 不是人疲劳啊 我保不了你们 来 来 来 哥 来啦 你说你不绕绕那一嗓子 你能挨枪子躺到这儿吗 你不绕绕那一嗓子 谁知道你碰上八路了 你就是碰上八路了 你猫要躲一边藏着去 你要是活腻了 你想死你自个儿找地儿死去 你没必要拉着哥也往坑里跳吧 哥 你怎么总是瞒我呀 我不就是害怕了吗 那种情感谁不害怕你说 那小孩一脸都凶像你说 勒着我脖子要勒死我 我 我他妈当时都怎么警惯我的 我家都瞎哭到你了我的我呀 算你走狗屎运啊 认出那俩人来 黑木啊 黑木差点今儿就对我下毒手了 这孙子 老子落了他们一身的骂名 我给他干脏活累活 林辽呢 我他们还滴溜着脑袋 我得防止他哪天安一兴起 你对我下毒手 这日子没法混了 哥 听兄弟一句劝 咱哥俩别跟黑木混了 那老别都太黑你知道吗 心狠手辣的 跟踩狗一样啊呢 咱俩要继续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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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从再来 ijk 这儿怎么了 脚崴了 脚崴了 脚崴了那 那你可能走不了路了 我送你回家呀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 谢什么 应该的吧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你怎么这么面熟呢 我 我刚从上海来跪地 先生认错人了吧 上海来的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好听 好听 上海来的石毛小姐 怪不得这么漂亮的 你说这无七八黑的天 我送你回家 这孤男寡女的 这要擦出点什么火花 不 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你不怕我是坏人哪 没事啊 我不怕 阿辰 放 放 去 陆思生 小虎 记忆还挺好啊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了 好久不见 你要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行行行行 你只要不杀我问人问题我都回答你 日本人在金门是不是有个物资仓库